IPTax介面说明 因为IPTax它是一个即时通讯软体 所以启动它之后呢 我们最主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区块 它会列出所有现在线上好友的这个状态 那这边呢是它的这个数量 那最主要我们还会操作到的部分呢 是在功能表的部分 它会有些相关的设定 例如在工具里头就有很多 我们之后会提到的部分